为了响应422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由陈一军议员服务处 结合普里镇公所等单位 在4月20日举办普里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中 除了安排普里镇在地小农 共同来参与之外 也结合生态教育等课程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 能够唤起大家多于环保的重视 我们这次呢 公所配合我们陈一军议员呢 来办理这个 就是4月22号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特别就是提前在今年4月20号来举办 那希望能够透过很多的 比如说律行动的一些展现也好 或者是邀请一些蔬食的摊位来 那就是能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办理 然后能够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那因为我们的廖志诚镇长 从他上任以来 对于环保的一体一职都非常的关心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办理这样子的活动呢 也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 然后关心我们地球 那也邀请了很多我们埔里的一些在地的小农 或者是外面进来的一些 对于环保议题很关心的一些市集 然后一起共同来办理 就是希望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 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也有举办了 就是讲座有在 就是告诉大家说 埔里其实有非常的 我们非常特有的白鱼 那还有我们在南城呢 也都会每年都会有那个候鸟 也就是黄吉林会回来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去推广说 我们未来能够发展 就是有几乎毒的农业也能够 让我们大家一起的来保护我们这些特有的生物 让他们能够再回来 跟我们地球能跟我们共生共存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这次的活动主要就是要告知乡亲 地球暖化及环境变迁的原因 并且教导乡亲能够减少排碳量 切齿呼吁民众自备环保无保等 也希望借由探犯 来宣导有机耕作保护土地 以及环保生态的概念 今天呢我们在埔里的综合球场这边呢 举办420地球日的一个市集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市集 让大家了解地球目前的一些现况 包括说为什么会暖化 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量 那今天呢总共来了45个摊位 那其中呢有20几个摊位呢 是配合我们做绿行动 那里面有包括就是我们来呼吁 我们的民众要自备环保碗杯块 手帕购物袋 那也有我们的普里的普里镇的清洁队 在这里教导大家说 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垃圾的分类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卖蔬菜水果的在地的有机 或者是友善农工农法这样子的农友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介绍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来买这个有机的 这个蔬菜跟水果 那他对土地的一个贡献跟影响 而今年环保日的活动也结合生态的议题 并邀请专家来解说生态与鱼鸟等的关系 希望透过这两场讲座 让大家都能够来重视生态的问题 一起环保爱地球 那今天呢我们也在图书馆呢 办了两场的这个环境讲座 一场呢是讲台湾白鱼与有机农业的关系 让大家了解在我们一心里 有现在呢被列为国宝级的保育类的动物 就是我们的台湾白鱼 那台湾白鱼它其实跟我们的有机农业有绝对的关系 只要我们呢是种植的是有机的角白色 那就可以让台湾白鱼有一个存活的空间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这个孙青松老师 跟我们谈一谈人鸟与环境的关系 让大家知道说 有时候我们一根小小根的这个吸管 可能呢就会让我们的鸟类因为受伤 然后就失去它宝贵的生命 那今天在综合球场里面 还有很多的蔬食的摊位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 用一日的蔬食来响应我们地球日的 这个低碳蔬食的活动 那现场还有一些贩卖 友善环境的一些清洁的用品 那还有一些播放环境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摊位 那我们在这里很感谢我们埔里的水秀狮子会 跟山民狮子会呢 这两个大的社团呢 在这里也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在这里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环保局 还有我们的证供所 给我们这样子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也补助我们一些经费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办得非常的成功 青农表示 地球日的活动也是鼓励大家能够重视环保议题 而普里镇好山好水 有许多特有的物种 也是值得我们来保护 也希望大家来品尝有机无毒跟做的食材 一起支持青农以及在地有机产业 今天这个地球日活动呢 虽然下着大雨哦 但是哦大家还是蛮热情的哦 因为呢我们知道地球只有一个哦 那今天的活动呢 其实呢除了我们有一些现场可以吃的一些蔬食之外呢 我们有鼓励大家少吃的哦 然后对环保液体也蛮重视的 最主要哦 今年还有一些生态一起加入哦 这个生态液体就是我们埔里呢 有很多这个物种哦 非常的独特哦 只有埔里才有 所以今年地球日呢 除了这个环保以外 生态也加进来 然后多吃蔬食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之一 所以今年地球日非常的丰富哦 那如果今年你们没有参加到的话 明年一定要赶快哦 或许今年会有其他厂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爱我们地球 这次我们蔬食的话呢 我们一样呢 跟我们去年的活动一样 用在地小农的这些食材 来做我们的一个内容物 然后我们其他的部分呢 都讲求比较天然的部分哦 就是大家少吃加工品 多吃我们的这个食物的原味 而且我们埔里这个地方呢 很多食材哦 它是一个食材的宝库哦 非常幸福哦 要多吃我们的在地食材 那友善耕作的部分呢 我们埔里的角白笋啊 埔里的这个玉米啊 甚至茶 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是一些生菜呢 我们很多小农 其实今天都有来供应 给我们这些蔬食业者 或是他们本身呢 其实就来摆摊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南城的这个 有这个米哦 大家知道这个米哦 鼓励和做摄的米 他们也有来哦 那所以呢 很多这个食材呢 都聚集于在这个地方 那甚至呢 我们的这个 像我们的调饮的话 也是用比较在地的 比较天然的部分哦 那友善耕作呢 把它直接呢 吃到我们肚子里面 非常的适合 先议员叶仁创表示 目前地球面临非常严峻的状态 因此爱护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除了感谢陈宜军议员 以及公所能够举办地球日活动 来呼吁大家重视环境议题之外 也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 能够将普里镇打造成为一个绿色的小镇 诶 众所周知 现在地球的环境正面临了一个严峻的状态 在人口越来越多 然后可用地越来越少之下 比如说热带雨林的消灭 然后造成地球的暖化 臭氧层的破裂 这种议题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认为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推广 一个爱护环境 爱我们生存的地球空间的一个信念 那今天很荣幸来参加 由普里镇公所 还有陈宜军议员举办的 420世界地球日 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也结合很多在地的农特产的摊商 在那边做一个市集的活动 然后让这个活动的意义把它馴洋出去 然后打造埔里成为一个绿色的小镇 而为了配合地球日的活动 水沙连双语国际演讲会 特别以台语绘本导读的方式 来教导大家爱护生态环境 都是沙连双读人形 探 air跟阿eman说 rarom izu 这也是沙连双读人形 ette 我們今天是以水沙聯國際雙語演講會來參與這個活動 那因為我們的雙語是以國語跟台語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要推向台語這個部分導讀 那我們這導讀的課本呢就是要來起頭 它裡面呢是藉由繪本的這個部分呢 來告訴我們有跟今天的主題非常相關 有本土的有環境的愛護動物的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有餐A 我們餐A是什麼我們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什麼叫餐A的部分 那一起來共同來響應我們的環保日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用台語的這個繪本 讓小孩子更了解我們台語的藝術的知美 還有跟大人的互動彼此更了解我們田園 我們要如何保護我們這一片環境 用台語導讀還是國語導讀都可以讓我們的 說話的語文藝術更精美 而除了導讀之外 玻璃環保酵素共耕團 也準備了種子贈送以及交換的攤位 希望藉由交換以及贈送種子的方式 除了讓在地一些特有樹種能夠得到緣絮之外 也希望藉此讓大家一起來種樹 愛護我們的生活環境 我們這邊是 狐狸環保酵素共耕團 然後我們在狐狸這邊教導大家就是 自己用環保的酵素啊 製製各種的液肥 跟就是那個替代化學的那個農藥 那這次世界地球日的主題是那個 生物多樣性對不對 那我們就想說生物多樣性其實一個很重要叫做保種 所以我們就邀埔里的所有農民朋友 然後過來交換種苗 然後家裡如果有多的種子的話 我們就會用送人的方式送給大家 對 然後希望就是說 像是刺蔥這種樹 只有埔里這邊算是比較常會出現的野生樹種 然後希望這種東西可以讓我們在埔里 甚至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在台灣這個地方繼續長下去 這個是埔里人很愛吃的刺蔥樹 對 那刺蔥樹其實會結這種種子 可是很少人看過這種種子 因為這種種子至少你要養刺蔥養到八年 然後它會整個開花之後才會有這種種子 那種種子是這樣 有一棵刺蔥你的周邊的山林就會有很多的刺蔥苗會冒出來 這算是一種先驅的樹種 就是如果你經過地震或火災之後 它會第一時間長出來的樹種 對 那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種子有一種很硬的外殼 它經過被土壤埋過之後 它才會有機會發芽 讓這一區是交換區 我們有分鎮上區跟交換區嘛 交換鎮上區就是這些種子是送你的 然後交換區是讓農民朋友就是說 可以互相交換一些 欸 看對方現在在種什麼 像這個就是目前很夯的那個香草藍 這個是香草的豆莢的那個苗 我們那樣外面在種很多的甜點啊 就會用到這種東西 對 所以這是我們埔里在地農友 現在就在種這種香草藍的種植 仙醫院林芳宇表示 地球只有一個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從日常生活來做起 一起享驗環保的行動 如出門自備環保無保等 也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希望大家都能夠落實愛護生態的觀念 保護我們的生活環境 看到的是我們現場有許許多多的攤位 都由一些年輕人所組成的各種的攤位 包括了一個首創的作品 有都是以環保為素材的東西 也有用在地的這些食材下去做為蔬食 其實現場還有許許多多 比如說我們環保的手工罩 還有我們的一些日用品 其實在這裡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攤區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這些題材 在這裡也許許多多的要感謝我們這些在地的也好 還有來自於外地的認同這個活動的 大家集結在一起 希望說能夠為這個地球盡一分的心意 畢竟地球才有一個 我覺得透過這個活動下去做宣導 尤其是我更鼓勵家長可以帶小朋友一起出來 這樣子的話可以深教重語言教 可以透過一個購買的行為 讓小朋友們更了解到我們的這個地球 需要從我們日常生活來做起 包括了我們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行為 在這裡深教重語言教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今天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只是說現場下了毛毛雨 但是也祝福我們今天的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在這裡有許許多的社團也蠻認同的 所以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相信我們的地方我們的地球 我們小小的一個動作會更好 副議長潘玉璇也希望鄉親們 都能夠來愛護我們的生活環境 不論是支持有機產業 出門自備環保購物袋等等 只要有心來做 相信我們的生活環境也會越來越美好 民意新聞陳偉一 專題採訪報導